嗨,我是寶可夢,今天要來跟大家聊聊西瓜卡 還有怎麼透過Apple Pay來儲值賺好康 那什麼是西瓜卡啊? 這個SWEEK卡呢,它又稱為契額卡或者是西瓜卡 它是由JR東日本公司所發行的一個IC卡 這張卡片呢,就像我們國內的UO卡或者是E卡通非常的方便 但是呢,實體的SWEEK卡只能夠使用現金來做儲值 到底怎樣才能夠使用信用卡儲值呢? 這時候呢,就要教你入手一張免費的SWEEK卡囉 實體卡呢,基本上只能夠在日本的車站 然後還有多功能的售票機跟JR售票櫃台才能夠購買 現在呢,你只要有一支iPhone 而且它的機型呢,是iPhone 8以後的機種 甚至8 Plus 只要打開Apple錢包 就可以直接新增一張數位的SWEEK卡 首次儲值的時候呢,要先綁一張信用卡才能夠成功儲值 它的儲值上限一樣是2萬日幣 超過的話呢,請你再新增另外一張SWEEK卡 SWEEK卡加Apple Pay賺回饋排行榜,來囉 這邊呢,是我整理的9張信用卡 只要綁定Apple Pay來儲值,都有高回饋的部分 第一個推薦呢,是台芯Flygo卡 它的優惠一樣有3%的現金回饋無上限 每個月消費至少要5000塊以上 我們畫面這邊呢,有完整的資訊 有興趣的話呢,這邊可以掃碼半卡,很簡單 推薦第8名,這一卡 因為它的海外3%回饋點數無上限 這一點呢,沒有變差 只要把它綁定在Apple Pay裡面 那麼在SWEEK卡加值時就可以選擇這張卡片 儲值就可以拿到3%的LinePoint點數回饋無上限 如果有興趣的話呢,可以掃一下我們這邊的QR Code 就可以直接申請了 聯邦幸福M卡呢,它有國內1%海外3%現金回饋無上限的優點 你只要把這張卡片綁定在Apple Pay裡面 那麼在SWEEK卡儲值時呢,選擇這張卡片 並且輸入你要的金額 你就可以拿到3%的現金回饋 如果對這張卡片有興趣的話呢 也非常歡迎你掃碼半卡 這邊呢,都有上車的QR Code 下一張 第一銀行的商旅泰金卡 這張卡片我們其實很不常跟大家做介紹 海外呢,是2.5%的現金回饋 現在呢,你只要登入活動 這只要有登就有回饋 登了之後再刷才符合資格 再加碼0.7% 等於是最高有3.2%的現金回饋無上限 只要申請電子賬單 就不用擔心年費的問題 這張卡片呢,等於是海外無腦刷3.2%現金回饋 算是第一銀行裡面還不錯的卡片 有興趣的話呢,這邊有QR Code 可以直接掃碼申請 聯邦集合卡呢,不愧是我們 今年推薦的無腦神卡 不論是在國內有2%回饋 甚至搭配Nunibank有最高5% 在海外呢,搭配Apple Pay也有5%的回饋 怎麼取得呢? 在日本的消費就是3.5%現金回饋無上限 那再加上搭配Apple Pay 有一個1.5%的加碼 每個人每個月可以多拿1000 所以回推呢 你大概一個月刷66666元左右 Apple Pay都有5%的回饋 有興趣的話呢,可以看一下我們畫面這邊 有一個掃碼半卡的QR Code 也可以趕快來申請 活動期間是1月1號到6月30號 所以一定要儘快把握時間 以免時間過了,回饋收水就沒了 這個日元幣費卡呢 你只要刷日幣 它就是扣你賬上的日幣 所以建議你在日元相對低點的時候呢 多換一些便宜的日幣 那麼出去玩呢 刷這張卡片 它時間到就是扣你的日幣賬戶 非常的不錯 只要你是超會的等級 超會等級就是跟永豐銀行 往來有超過10萬塊台幣等值的外幣 那麼你就可以拿到海外3%的現金回饋 無上限 那現在它還有一檔登錄活動 你只要在3月1號下午3點 有一起做登錄 登錄到的話呢,再多3%回饋 所以最高呢,就是有6%的現金回饋 那你大概可以刷個16666元 就可以拿到1000元的現金回饋 不用擔心年費的問題 你只要申請電子帳單就免年費了 有興趣的話呢 這邊呢,可以直接掃碼辦卡 第三名我們要分享的是 國泰式華的Cube卡 這個Cube卡呢,請你特別注意 只有Mastercard可以使用 如果你是Visa卡的話呢 你綁上去一定刷不過去 現在Sweca它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 它現在只接受Mastercard跟JCB儲值 所以如果你申請的是Visa卡 不好意思,那就不符合資格了 那要怎樣才能夠拿到最高6%回饋呢? 它有3%、2%、1%的數字 來看這邊 當天要儲值 請你先轉換到去旅行這個方案 那麼你就可以享有3%的小數點無上限 記得在CubeAPP裡面領券 可以拿到2%的加碼 活動期間最多可以拿到600點的小數點 使用Apple Pay儲值 本身也有1%的回饋 活動期間可以拿500 大概就是刷個5萬塊左右 如果儲值最高5萬元 最多最多你可以拿到的是2600點的小數點 有興趣的話呢 這邊可以掃碼辦卡 只要申請電子單單 就不用擔心年費的問題 第二名呢 我們推薦的是55688人民卡 拿這張卡片無腦刷 就是2%的TPOINTS點數回饋無上限 你只要當天有搭小黃 叫一次55688用這張卡片綁定支付 當天的其他消費 最高就是再加碼5%的TPOINTS點數回饋 等於是當天的儲值最高有來到7%回饋 你可以儲值12000元 最高可以拿到840的回饋 TPOINTS點數可以設定折抵次期消費 所以相當於是現金回饋 有興趣的話呢 這邊可以掃碼申請 不用擔心年費的問題 只要是電子帳單就免年費了 最後一張推薦的繩紙卡 就是永豐Sports卡 永豐Sports卡呢 我們介紹過非常多次了 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只要你有Apple Watch 有每個月運動達7000卡路里 或者是Apple Watch裡面的3個圈圈 有圓滿畫圈10次 那麼你就可以拿到最高有8%的封點 一般的1%封點無上限 再加上運動有2%加碼 每個月可以拿100 然後還有指定支付的5%加碼 每個月可以拿300 相當於一個月刷5000塊 可以拿到400封點 搭配Apple Pay來儲值SWi卡 也是符合資格的 那有興趣的話呢 這邊可以掃碼辦卡 提醒你電子帳單免年費 所以你申請的時候呢 一定要勾選電子帳單 這樣就不用擔心年費的問題了 如果你都有跟團辦卡的話呢 也別忘了掃這個QR Code來回報領獎 提醒你有幾個注意事項 第一個 只要刷卡就會被收取1.5%的海外交易手續費 那你一定要挑選回饋大於1.5%的 至少不會吃虧啦 那我今天推薦的呢 至少都是3%到8% 第二個 並不是每一家你手上的信用卡公司 都可以綁定在Apple Pay 我這邊有幫大家整理了 有一些銀行呢 有開放申請MasterCard 或者是JCB 或者是Visa卡 但是呢 也有些銀行是沒有的 像國泰市華呢 他就是只有MasterCard跟Visa 所以我雖然說手上有他的JCB 但是我也是綁不上去 所以這個部分 大家一定要特別去確認你手上的卡片 是否有接受綁定 有綁定的話呢 才能夠刷 目前SweetCard的價值呢 限定MasterCard跟JCB 如果你本身沒有MasterCard或是JCB 那不好意思你就沒有辦法儲值了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9張信用卡的排行榜 通通都是MasterCard跟JCB 最後結論 我推薦的呢 就是前5張卡片 回饋率最高的 永豐Sports卡 永豐55688聯名卡 國泰市華Cube卡 記得是MasterCard的版本 然後還有 永豐日圓必備卡 跟聯邦幾何卡 用這些卡片來儲值 你賺的回饋才是多更多 那你可能會問說 去日本那就直接刷卡就好了 為什麼要用這些SweetCard呢 使用SweetCard在日本的各個層面的消費場域 都非常的廣號巨翻 搭車或者是在便利超商買東西 或者是自動販賣機 其實它都非常的方便 那有的時候你刷卡 直接刷不見得有這麼高的回饋 但是搭配行動支付 先把回饋鎖在你的SweetCard裡面 那麼你靠SweetCard吃喝玩樂行走天涯 全部都有6-8%的回饋 何樂不為呢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呢 就是善用這個信用卡的優惠 然後還有你家裡面有幾個人要出國 把裡面的SweetCard呢 都給它儲好儲滿 這樣出去玩呢 永遠都是最高回饋 如果你剛好要去日本 或者是身邊有親友 也要去日本的話呢 非常歡迎你把這間影片分享給他們 讓他們一起來學習 如何透過Apple Pay 還有SweetCard 來讓你省下更多的旅費跟交通費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